一口气看完今年超好看的复仇日剧 忍者结婚男 抬头就是王诈 结婚三年 妻子已经忍无可忍 每次看到老公吃东西 他都会默念忍住 可老公还是吃得满身都是 甚至习惯性的都拍在地上 这下妻子再也不淡定了 他先关掉电视 接着他强装镇定问老公 你的邋遢到底什么时候能改 尤其是能不能坐着尿尿 老公差点笑出了猪叫声 还给妻子科普 哪个男人不站着尿啊 可妻子浑然不知 眼前的老公可不是普通之人 但傻老公还不知 看似好糊弄的妻子 可不是个省楼的灯 别看妻子在一家小小的药店工作 可他每天都有一个习惯 准时准点出门跑步 因为了解妻子的作息 于是老公在确定妻子离开后 接着拉出他的暗格 里面可是他的各个宝贝 只见他随意掏出一个 争分夺秒的开始锻炼 其实他并非懒惰之人 而是在妻子面前隐藏自己的身份 殊不知妻子每天跑步并不是健身 而是维持体内家族遗传的基因 要知道他可是一名忍者 这种身份必须隐藏 毕竟世人都认为忍者已经绝技了 但只有忍者们知道 世上不仅有忍者 而且还分为两大队敌类 而他的老公也是忍者之一 以飞镖为主的一鹤忍者 可忍者有规定 不可让任何人知道他们的身份 也许是天意 两人都看上了这片美景 甚至默契地各自搭起帐篷 也就是这种默契 让两人进入了婚姻 可就算他们的感情有多好 两人都隐藏着各自的身份 别看老公做着邮政快递工作 实则这里大部分的人都是忍者 其实老公过得也够累的 听到外面妻子回来的声音 他立马将东西藏好 接着又一副刚睡醒的样子 突然妻子闻到了一股汗臭吻 问老公干什么了 老公结巴地解释 睡觉太热出的汗 被妻子一顿训斥 又偷偷开暖气了是吧 下班后老公就跟同事吐槽 结婚太难了 我都快憋出内伤了 同事提醒他 那就赶紧要个孩子 就能向对方袒露一切了 晚上他就像做贼心虚一样 小心翼翼地关上房门 接着慢慢爬上床 刚伸出的手 就被妻子示意赶紧睡觉 知道妻子总是阴晴不定 于是他不敢再次进宫 背着他的妻子默默地吐了两个字 恶心 其实妻子就算心情特好 当看到满地的衣服 和吃剩下的果皮 他的眉就皱成了八字型 于是他跟姐姐吐槽 这种邋遢的男人我简直受不了了 没想到姐姐直接劝他离婚 毕竟你的身份不一般 跟普通之人结婚太便宜他 再说你们没孩子 现在离婚很简单的 可这天妻子突然拿到一个处方 而他只看了一眼 就知道这处方不一般 接着两人开始对暗号 在确定眼前的是自己人后 他收下了对方的一张卡片 在对方走后 他用手机扫描后 得到了上级派的新任务 去曝光眼前的吃一元地下室的丑闻 与此同时 老公这边也接到任务 这两天保护好吃一元上位 很快妻子这边行动 可他不知这次行动出乎了他的意料 甚至差点搭上自己的小命 半夜老公好想扇自己两巴掌 因为独守空房的感觉实在太煎熬 为了让自己不要多想 他索性趴着入睡 要知道他可不是普通人 而是一名忍者 可他忍者的身份 妻子根本不知 别看两人平时相处的还可以 甚至一起打游戏 可每次回来看到老公 把家造得跟猪窝一样 他就强忍着心中弄 但当发现他最爱的书 被当成了桌垫 这下他再也忍无可忍 于是他放话 跟你一个没情伤的人 我实在过不下去 其实妻子也是怕自己体内的洪荒之力爆发 毕竟他也是一名忍者 但老公却浑然不知 于是大早上老公就准备了180度真诚道歉 要知道他们忍者家族的禁忌就是离婚 于是承诺妻子 我拉他的坏毛病一定会赔 为了证明自己是有情伤的 接着他邀请妻子 今晚我们在第一次约会的地方吃烛光晚餐 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一次他错的有玻璃补 妻子有些释怀 于是答应晚上我们七点饭店捡 因为晚上我要加一会半 老公浑然不知 妻子说的班证和他有关 虽然两人都是秘密忍者 但两大家族的忍者都是对立即 一下班妻子就开始行动 只见他进入一个屋内 短短两分钟他就换了一个行托出来 接着又进入一个屋子 然后拿出自己的作案工具 与此同时 老公这边接到通知 保护好眼前的赤医员 而妻子的目标就是曝光眼前这家伙的不良作风 只见妻子调整好无人机 可当他慢慢靠近一人的府邸时 也发现了这里布满了警备 躲在一角的老公也发现了异常 于是他手拿飞镖 接着快狠准地射出 差那间无人机被射中 而妻子发现计划失败 为了消灭证据 于是他立马实行了损毁程序 一群忍者被吓得不轻 此时妻子看了一眼时间 发现和老公约定的时间引导 而老公看着时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于是想让同事帮忙掩护 我现在必须得回去 偏偏这时老大发令 今晚加强戒备 彻夜坚守 这下老公的心彻底凉凉 而妻子这边已经喝了第三杯葡萄酒 他已经等了足足两小时 从表情看出妻子也不失望 偏偏这时老公给他发信息 突发加班实在抱歉 简单的几个字让妻子更加的心灰意冷 于是妻子也想通了 当老公大早上回来后 竟发现妻子留了张离婚协议书 这下他慌了 于是他本想让朋友帮他支招 没想到朋友给他出了个馊主意 你的初恋回国了 老公此时还不知这初恋差点要了他的命 晚上忍者们再次被调去 坚守岗位保护赤议员 殊不知这边的同伴一个个被撂倒 当他发现时已经来不及 因为此时的妻子已经进入地下室 本想找点这贪官资料 没成想这家伙竟死了 可就在他要离开时 突然被老公发现 于是他再次使出他们家族的飞镖 妻子貌似有了预感 在老公射出的那一刻 妻子一个躲闪直接避开 这让老公越发坚信眼前的也是一名忍者 此时他还没发现逃走的竟是他的妻子 可议员的死却让他们难辞其咎 于是这边下令势必要抓住这名忍者 而这案子竟交给了 唯一见过那名忍者后辈的老公 老公突然发现 没有妻子的日子简直度日如年 他都快被憋出内伤了 于是他突然灵机一动 貌似有了个馊主意 大早上当妻子骑着车去上班时 突然发现老公正和同事套镜 预感到老公别有目的 果然他还没问世 同事直夸他嫁了的好老公 但为了自己的面子 他也不好当场拆穿 于是边拉边掐地将老公拽走 看老公信誓旦旦地表态 我已经深深地反省两天 保证家里不会有臭袜子和垃圾 就连马桶我都刷了好几遍 只等你回家验兽 今晚你就回家保证让你惊讶无比 其实妻子这两天离开是为了完成组织的任务 可她明明是去寻找资料 却意外发现对方已死 偏偏在他离开时被人发现他的存在 虽然他有幸逃脱 可对方人马在着力调查 加上他们人手不多 若是身份被暴露 我们贾赫忍者会与你撇清关系 这个规矩你应该懂 女儿自然清楚 但父亲只想告诉他 如今只能秘密调查谁才是真正的凶手 才能摆脱我们贾赫忍者的嫌疑 与此同时 老公这边在奋力地打扫 甚至将打扫的每一张照片拍给妻子 妻子看着老公发来一张张的图片 发现老公为了他改变不少 一肚子的气也瞬间消失 而当老公发现妻子已读了他的短信 他激动不已 还跟同事炫耀他有希望和妻子复合 偏偏这事好友给他签了一条线 要知道眼前的千金可是他的初恋 由于几年没见大家畅聊心声 老公也彻底将妻子的事忘记 可妻子此时一肚子的火 照片上干净的图片都是在作秀 吃剩的碗还如以前一样不收拾 但一旁他最爱的书被老公用胶水不言沾上 他突然一阵欣慰 于是他刚准备收拾这些烂摊事 突然被他看到老公和一个女人坐同一辆车 甚至两人的对话他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对我来说 你不仅是我初恋 而且是我一辈子忘不掉的 这下妻子彻底心寒 此时老公才发现屋里的灯亮着 他激动不已妻子回来 可他高兴地过了头 因为妻子此时的火正大着 于是用最温柔的口气说着最狠毒动 我是来拿离婚协议书的 你是要托我到什么时候 老公一下瘫软在地 接着让妻子放心 我嫌好了就交出去 其实妻子的心理别提有多难受了 看着妻子离开 老公深知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次见妻子了 但浪浪没想到 老公这边再次接到组织的任务 为了引蛇出洞 抓住上次的人子 我们放出消息 会在他们保护的对象身边放出炸弹 地点我们定在慈善会上 我们由正部每人携带妻子的幌子出入活动现场 听到要携带妻子 老公立马请示 我妻子不擅长出入那种社交场合 却被领导一顿训斥 我们引蛇家族的工作永远放低 与此同时 妻子作为假蛇一族的忍者 突然间收到任务信息 在扫描后得知他们保护的议员有危险 慈善会势必要阻止炸弹的发生 可妻子还不知 就这次的行动 让她的身份彻底暴露 睡觉前老公耐力地刷着牙 嘴角掩饰不住的得意 不知是不是害怕自己的猎物溜走 她还停下来往后瞄上两眼 正当她准备充分出来后 竟发现妻子抱着被子出来 她好奇难道你要睡沙发吗 妻子让她不要想太多 睡沙发的不是我是你 毕竟这次回来是你求我帮你忙 再说了 你别忘记我们都快要离婚了 殊不知让老公睡在客厅 妻子别有目的 要知道妻子可是名忍者 昨天刚收到组织派来的任务 让她在慈善派对上保护好一员 最新消息他们的死对头 引赫忍者一族 会在现场布置炸弹 而妻子浑然不知 她的老公就是尹赫一族的忍者 这次的任务就是尹蛇出动 抓到藏在人世间的 甲赫一族的忍者 为了不打草惊蛇 他们需要携带妻子的幌子混云 妻子这边正在想对策 以她的身份进不了慈善会 但她可以提前阻止爆炸的发生 晚上老公找到妻子求她帮个忙 当看到慈善会的请柬时 她假装问老公这是什么 得知老公的单位 邀请夫妻一同参加派对时 妻子没想到得来全部费功夫 老公知道妻子肯定不会轻易答应 但她已准备好死皮赖脸的准备 出乎意料 妻子一口答应 老公像二傻子一样直到血 浑然没思考 为何妻子会那么爽快答应 甚至没看到妻子离开时 露出的一母得意 为了迎接妻子回来 老公将家里擦得赠光碗亮 也看妻子一副心不甘情不愿地回来 实则她早就想回来住了 因为她在父亲家打地铺不仅好冷 而且还腰疼 但老公根本不知妻子还有家人 只以为妻子在朋友家 晚上她本想好好抓住这次机会 往回妻子 没成想妻子竟想到这一处 傻老公还不知 妻子这么做可是另有计划 晚上她趁老公睡着 穿上一身黑出了门 在她守了一晚上 终于被她守到安置炸弹的门 接着以她的能力分分钟将男人制服 最后将安置的炸弹解除 顺利完成任务 虽然排除了危险 但她还是如期参加了夫妻派对 很快女人们一台戏 在畅聊老公的各种奇葩 而老公们这边正紧张地 部署的发现可应目标 立马采取抓捕行动 很快 这边的议员出行活动 所有人都紧张不已 要知道炸弹可是在议员的脚底下 虽然是假炸弹 但声音也是巨小的 妻子虽然解除了危机 但还是害怕有突发情况 当爆炸的时间已过时 老公这边的人马好奇不已 妻子这边悬着的心才放松 但万万没想到组织发来紧急任务 五分钟后执行备用炸弹 而且这次是实弹 与此同时 妻子也见到任务通知 眼看时间来不及 妻子只好豁出去 这一旦下去人员伤亡严重 而老公这边发现妻子正朝着一员跑去 虽然不知道妻子要干嘛 他本能地叫住妻子 甚至瞅准时间将他扑倒 然而下一秒只听喷的一声 炸弹在空中炸开 虽然人群乱作一团 但索性没有人员伤亡 其实后台被放置的炸弹 恰巧被妻子的妹妹发现 于是在最后三秒内抛入空中 妻子最后才得知 原来妹妹是父亲派来的 因为父亲发现他们留了第二手 所以才画了地图 让妹妹过来拆弹 看着父亲随手画的图 妻子差点笑出了猪叫声 殊不知这张图在之后 竟暴露了她的身份 妻子突然发现 家中的墙下居然有一条缝 结婚三年 她只以为眼前的是一排柜子 但万万没想到柜子后 竟是一件暗门 而让她更没想到的是 里面放着各类工具 当她随意拿出一本书后 竟看得她汗毛直立 没想到老公竟有这样的身份 说白了她一直生活在魔爪之下 也看老公对她温柔体贴 殊不知此时的老公 只以为妻子是个普通之人 其实妻子的身份可不一般 甚至还是个恋家子 而今天她收到组织任务 得知前方欲埋了炸弹 于是她想都没想直冲炸弹跑去 老公见状立马叫住她 甚至本能地将她扑倒 下一秒炸弹在空中炸开 回去后两人也没多想 可妻子在卸妆时 突然反应过来 为什么老公会在关键时刻将她扑倒 难道老公早已知道那边有炸弹 与此同时 老公不小心将她的包碰掉 本想快速地将其捡起 可慌乱间将东西洒落一地 而就这无心之举 竟让她发现了妻子的秘密 因为这张纸上清晰地记录 炸弹放置的位置 也就是说妻子 很有可能是他们的对立贾赫 今天想引蛇出洞 竟是自己的妻子 要知道赤医员可是被贾赫人者杀死 于是她立马要求 调看整个屋内前后的摄像头 在监控中她看到了一抹熟悉的动作 她顿时吓得哑巴呆住 要知道妻子就有这样的习惯 无论是在家做饭 还是在工作时 她总会扭动自己的脚丫 然后联想到妻子 邀请她去派对时 她破天荒地一口答应 回去的路上她越想越怕 因为她已然确定妻子 就是他们对立足的贾赫人者 于是她说服自己 现在假装不知道 观察妻子的反应 此时妻子突然接到大姐晕倒了 于是她根本没心思搭理老公 急忙赶去医院 看老公比她还积极要陪她去 却被妻子拒绝不用了 只是远房亲戚我马上回来 可在老公的眼里 却觉得妻子这是要去执行任务 当她抬头时 哪还有妻子的身影 她不由地吐了三个字 果然是人者 万幸大姐只是昏迷很快醒来 而父亲趁机给女儿带来新消息 我们对立的尹赫族后翼潜伏在邮局 也就是说你老公很有可能是尹赫人者 其实妻子本就有一丝怀疑 如今已然确定 而这边的老公已在研究 甲鹤一族的冠运招数 此时妻子回来时也是小心翼翼 她快速将资料藏在暗阁中 当妻子进屋后 老公已然是一副睡着的模样 但妻子又不傻 为了测试眼前的老公是否是忍者 她摆出进宫的姿势 别看老公跟死猪一样 其实心里慌得一批 妻子散发出来的杀气 她自然感应到了 若是妻子真的动手 她也不装 还好妻子保持了理智 但也让老公确定她的身份也被暴露 早上两人各怀鬼胎 表面上像往常一样吃早饭 实则在各自观察对方的情绪 必要时做出防卫手段 一顿早饭硬是吃出了火锅的燥肉 晚上妻子忍无可忍在老公没回来前 准备了她的工具三叉刀 又从罐头中拿出了电击棒 而老公貌似也有不好的预感 于是到家门口之前 她掏出花盆中的工具 想必今晚又是个不眠之夜 妻子为了等老公回来 已在家里磨了七七四十九分钟的刀 可以看出妻子此时的心态有多崩溃 很快老公回来 别看老公表面上在笑 实则老公后背也藏着把刀 还别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此时两人看似和往常一样坐下来吃饭 其实各怀鬼胎 当看到妻子在那边切牛肉时 她的心提到了嗓子牙 她真怀疑妻子有没有在牛肉上吓得 看老公吓得迟迟不敢动款 妻子忍不住偷笑 接着故意在她面前吃下一口 老公这才放松了警惕 妻子之所以没动手 是因为她还没做好摊牌的准备 于是两人在各自刷着牙 但都各怀鬼胎 随时保持警惕 经过一夜后别看妻子像放松警惕的样子 实则无时无刻不在防备 没想到老公先出手了 但妻子也是有两把刷子的 将老公直逼沙发后 在经过九九八十一次的撕打后 最终还是快递小哥打断了她 于是夫妻达成协议先休战 把大闸蟹签收放冰箱 当大闸蟹放冰箱后 两人再次撕打 而且从白天一直打到晚上 不知是不是触碰了某种情感神经 两人竟抱着亲吻起来 其实两人并没有任何的深仇大恨 只是昨天他们才得知 两大家族竟是不共戴天的对立家族 在温存一夜后 两人大清早都显得异常尴尬 但老公想到一个对策 我们俩携手找出一员被杀的真凶 管你青睐 我不想我的妻子被他们误会成杀人犯 这一颗妻子好感动 不管他们能不能救出真凶 但他们的婚姻根本不能被两大家族认可 很快妻子这边和组织对接 可交接人在他耳边偷偷告诉他 你已经被人盯上了 妻子的心提到嗓子眼 果然在交接人离开后 老公的初恋像掐准时间的冒出 虽然不知对方有何目的找他 但他不能自乱挣脚 果然初恋问他刚才的老头你认识吗 他立马否定只是帮我捡手 怕的 没想到初恋不仅这方面直接 甚至直接的问他要不要离婚 因为听说之前你们关系不太好闹离婚来着 妻子直接泼了他一盆冷水 你不懂夫妻吵吵感情更好 初恋脸上明显不太好看 出来后妻子总有一股不好的预感 于是他把自己的预感告诉老公 殊不知两人在一起探讨的样子 全被不远处的初恋看到 其实初恋早已怀疑着妻子的身份 加上两人大白天心虚的见面 让他更加笃定是有猫腻 偏偏妻子的妹妹大晚上被小流氓盯上 千钧一发之际一只飞镖块很准的射出 接着穿着高登鞋的脚翼 金命中小混混的脑袋 而赶来的老公完全不惊讶 妻子怎么打退的混混 不远处的初恋终于知道 原来老公早已知道妻子的身份 要知道他们可是一鹤族 而妻子是他们对立的假鹤族 回去后老公和妻子正在你弄我弄时 突然妻子收到陌生来电 接听后妻子吐了三个子 我们快跑 老公突然发现自己即将大火临头 就连一旁的妻子都看得汗毛直立 别看这两位不速之客是自己同伴 实则老公心里清楚 两人大半夜来找他定时有备而来 还好妻子聪明 在他们进来时 立马收拾自己不在家的假象 接着让老公撒谎撒象一点不要露下 而他静静地躲在阁楼 果然同伴直奔主题 一语拆穿你妻子是假贺忍者 你难道不知道吗 为了让自己表现得不知情 于是他夸张地直接否定怎么可 阁楼的妻子听得汗毛根根竖起 这演技太烂了 奈何对方有备而来 只见他掏出妻子用忍者招数 殴打小混混的视频 让老公百口莫辩 接着他们更加的肆无忌惮 开始在屋内寻找妻子 甚至聪明地直奔阁楼 可奇怪的是 最隐蔽的阁楼根本没有妻子的身影 猜到妻子已溜走 但没想到会溜得那么快 其实同伴心知肚明 于是他只能给老公洗脑 若是窝藏假贺忍者 不仅你就连你的爸妈都会受牵连 所以给你一天的时间 若是提供你妻子的身份 我们既往不救 老公表面上说好了 实则早已下定决心 一日妻子上班时 突然发现自己被人跟踪 而老公这边同样也感知 背后有人盯着他 于是两人各自发信息 保护好自己 殊不知危险正在慢慢逼紧 就在这时 妻子接到组织电话 你老公那边的尹赫族出现内部 可老公这边正要回组织 汇报妻子的身份 被妻子直接阻碍 无论你是否供出我的身份 他们就没准备放过 因为你们族内出现了叛徒 老公刚想着急地问下一步该怎么办 殊不知危险已经慢慢向他靠近 果然在他不知不觉中 已被人一针注射 当场昏迷 妻子用脚趾头都能猜到老公出事 当老公醒来后已被五花大把 但妻子这边已经行动 只见他全部武装来到老公被关押的左 其实他们将老公抓起 就为了引蛇出洞 很快把安钮投下来 突然电拳被熄灭 老公的心突然一揪 就在他预感妻子要找他时 妻子已从身后抱住了他 妻子还不知 这一切都是陷阱 此时老公还算明智 利用短短几分钟时间 先过了把嘴影 接着又将妻子关在门外 还示意他赶紧逃 果然这时候警报响起 于是妻子不得不看了一眼离开 可就算他跑得再快 也抵不上别人设下的圈套 就在他以为今天必死无疑时 突然从上面扔下个烟雾弹 于是他趁机溜走 才发现竟是贵人相助 其实贵人正是老公的心存事 甚至也帮老公脱离子 也许看他了一切 两人决定抛开人者身份 去删给你 虽然两人住着简陋的梦 但这种生活过得踏实有恩情 甚至两人还特别的会 显然这种玩法定不是老公的心存 至此全聚中 好了 这里是电影解说公司 我们下期见